指揮官陳時中在宣布新增十六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除了有十三例的境外移住 二十二號也出現了三位本土案例 首先是案一五六 一名女性機構護理師到目前為止感染源仍代理清 而經過指揮中心疫調之後 也連夜將該機構裡五十三位住民 與二十八位工作人員分批已出到一間指定醫院 和兩間集中檢疫所進行採檢 至於另外兩位本土病例則是原先找不到感染源頭的案一二四的接觸者 分別是案一六八德國男性研究員和案一六九奧利利女性研究員 不過二十二號指揮中心在透露 透過疫調回縮到同樣是案一二四的接觸者案一六零 他曾經赴美開會 抵台後曾經與案一二四、一六八和一六九在同一個研究機構開會 退估案一六零就是這三人的感染源頭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仍將目前國內本土案例定調為零星社區感染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布機場防疫最新措施 將從三月二十四號零點零分起 全面禁止旅客登機來台轉機 目前佔定實行兩個禮拜 原事新聞 臺北市採訪報導 我帶來一次 採訪 有